他打破传统全面进行 以就业为导向的课程改革 致力于区域大学的建设 是他不懈的追求 山东林仪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徐童文 走进教育人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你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由 学大教育冠名播出的教育人生栏目 2000年他来到了林仪师范学院 开始了在老区创立一所新型大学的经历 他本着一切以学生为中心 为地方服务的办学理念 使一所3000人的大学 发展到现在的35000人 不贷款 不举债 投资32亿元 建设了占地7000余亩的大学新校区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校内聘任制管理 全面进行了以就业为导向的大学课程改革 他呢就是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 林仪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徐童文 在林仪师范学院有着丰富多彩的专业课程 学书记您好 欢迎您的光临 我们编导前期采访回来以后 一直津津乐道与您在学院进行的 一系列的大刀阔斧的课程改革 其中有一个广为传送的一个说法 叫课程餐桌理论 其实我也很好奇 这个课程和餐桌之间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理论 所谓的课程餐桌理论 是我在我们的教授会议上 和我们系院的院长会议上 将课程体系改革的时候 提出的一种比喻 原来是按我们的培养模式 做的课程体系 那就说食堂里买什么 餐桌上就有什么 现在我们是以就业导向 从出口相会找做的课程体系 就是说就业岗位 社会职业岗位需要学生 什么能力素质 在大学里体现就是课程体系 就是知识要素 知识要素就是 在大学里的教育模式是以课程组成的 各种不同的课程 这样就组成了一个课程体系 我来描述它就是一个人吃饱了饭 结果大学生毕业 毕业了他收到了多少教育 和一个人吃饱一顿饭 需要多少菜和饭 这样就是一个课程 餐桌理论 基于这样的餐桌理论 徐同文将办学理念确定为 以学生为中心 在资源配置上进行一系列改革 构建了以五门骨干课程 为核心的课程体系 外语 信息网络两门工具课程 基础综合与专业方向 两门素质课程 职业生涯设计为主题的 毕业设计课程 基础工具课 就是外语和计算机 我听编导回来说 在你们学院大一只上这两门课 我们六十多个班课专业 大一的学生在第一学年 全部以学习这两门课程 为考试课程 我把它比喻为 外语为给学生两条推 这个信息网络 是比喻学生的一双眼 是什么意思呢 你只要把外语学会了 学过了 然后你可以到国外去 也可以在国内企业之间 也可以用外语来浏览 或了解世界各地的信息 它的事业更宽 包括可以用它来学习 更多的资源 外语掌握了以后 再使用了网络这个工具 你就会做的 计算机签来 浏览世界所有的网站 你比如说 我在另一十万学院都说 但是我可以看 清华的课程 也可以看斯坦福的课程 也可以去看江桥的课程 他就说 外语和网络 如果给了学生 这就是把现代大学生 也是现代青年人 使用的两个最重要的工具 他大一可能其中学习英语 可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 大二大三大四以后 不再学了 那会不会慢慢的 也就忘记掉了 这都不会 因为现在的大学 是国际化的 课程也是国际化的 在第二年级 我们的素质教育课里面 有很多 他要学原版的教材 原版也就是英文版的 对 英文版的教材 我就让他第一年级 必须学会 就是像小孩子会走路了 而不是一辈子学走路 会看 从此眼睛就亮了 不用得脸眼光了 就是这么一种工具 课程改革之后 就是我们学校 有三个三分之一 一个三分之一是老师讲 还有一个三分之一 是同学们讲 还有一个三分之一 就是实践 学校里为我们 这学习里面的学生 提供了实习单位 校报 让我们学习里面的同学 去实习 有一个练兵的场所 有实践到理论的转换的一个平台 为了让学生接受更优质的本科教育 徐同文2004年到英国建桥大学访学一年 精心研究建桥的课程建设理念 学校每年投资六千万 购买学生实验仪器 一千万元购买图书资料 一千万购买课程 邀请海内外著名学者或教授来校讲课 学校还在原来63个本科专业的基础上 扩展到了200多个专业出口方向 基本上覆盖了区域社会 对应用型骨干人才的需求 此外 对于学生们的职业生涯设计 徐同文更是有着独到的看法 你比如说从小 你上托儿科的时候 阿姨后问你 小姑娘 你长大了 干什么 我估计无非是三个会大 我看我说的对不对 我要当艺术家 歌唱家 这样 第二个 我要当科学家 这三个可能 我要当一个 贤为书记 生为书记 这样的企业家 这样的 无非都是伟大的类型 那是经营教育的时候 我认为可以啊 到了小学还这么想 中学还这么想 到了大学 那个戏院里刮着的像 学经济就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学政治就是马克思恩格斯 但是我们到了大中化了 特别像我们的地方也像 我那天到我们的上学院 三年前 上学院刮着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 这些头像 我说了 我们国家教育部说书记大学的经济系 你都考不上 当什么诺贝尔 我说我们的这些国家经济 包括我们著名大学的经济系 出过诺贝尔吗 我说这都 大孩子们都整天去 协和诺贝尔奖金 经济奖 那些文章要去做那个 谁来做会计 谁来到乡镇去 搞这个社会福利的成本核算 我是乱套路 把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头像拿下来 完成我们的王庭强 是另一个农民企业家 完成我们的成功的工程师 完成我们很好的会计师 这样叫他们学习 什么道理呢 伟大的理想在我们的脑子里太多了 我们应该 脚踏实地 在大中化时期 让孩子们接受明天职业 就业的教育 用我的小房 是 一个主要在天上飞上的小天使 落在地下 主要踏实地这块地 是 这是校风 大家都记着 是 让所有的孩子找到北 在改革的推动下 临仪师范学院就业率 在山东省一直明年前茅 徐童文深感欣慰 他还常告诉老师们 要以父母之心 行使岗位责任 教育学生 服务学生 尤其是服务学生的学习 服务学生的成才 就是编导回来以后 还有一个发现 就是他会在校园里 看到的不是某个处 比如说教学楼啊 教学处啊 看到的更多是服务两个字 办学有两个定位 第一 唯一们服务是我们的办学宗旨 地方大学的 为地方服务的这种办学定位 人家老去 钱万人民给你投资了 老去人民 钱万人民希望这个大学 因为大学的存在 建设和发挥作用 使老去富强起来 文化层次高起来 我就要为他服务 反过来 我有三万多学生在这儿读书 每年找一万左右的学生 包括政府给你的钱 也是把政府的资源消耗掉 提前的给学生提高了 服务上 所以我们就是 市场经济 这个大提示定位下 我们大学是提供高等教育产品 服务的 人家学生和社会 是来消费你高等教育的 消费你叫服务消费者 这种理念和人们以前那种理念 完全颠覆 对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我八岁的时候 我父亲就去世了 他说我们这么四个 我母亲一个人 非常苦 后来四个孩子都 叫他一手养大了 都比较出息 家都很不错 很多人去问他 问他你当时 怎么养活了这四个孩子 都叫他走上了 成功 但是没有别的 就是那时候困难 这个收入低 它就两件事情 第一个 不能让孩子饿了 不能让他饿肚了 第二件冬天 不能让他冻人 他没了 就这样 我然后延续到学习了 我说我们也要以父母政策 就是说第一 不能让孩子饿了 延续到课程的学习 课程 它就有用有效的课程 第二呢 我说别让他冻着 别让他冻着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他生活的环境 是吧 把他学习的资源 配得好好的 1994年 我第一次 那是我在理工大学 第一次 随着学校的领导 我到美国去 在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 我到他的一个汽车实验室去参观 因为我是学习车制作和机械工程的 我读本科的时候 一看人家的实验室 那些冯天的缩维生传机 大众的缩维生传机都在实验室里 孩子们拿着模具 拿着材料 设计完了以后放上 然后刷刷生传出来一个汽车模型 那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当老师给孩子们 咱的大学里面 那个实验室里 几台九顶几床 几个变速箱拆开 老师还不让学生们唱句话 为啥就这么几台 他弄坏了 就是我们的资源 和美国大学的资源 那简直是 差别太大 我从那时候 我说我要当 哎呀 管学生 今次怎么能 怎么能把 这个我们的学生 也像美国的大学的学生一样 享受到教育资源 可能就像我母亲当年 也要让她的餐桌上 像那些富裕的家庭的孩子 吃的东西一样 是一个道理 这是一种责任 成了最后成了一种立项 最后来成了一个人 一个教育人生的忠诚追求 聆听园丁西语 感悟 教育 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校175个主管项目 通过竞聘方式 确定合适的负责人 此举开了全国公办高校 续行政化之先和 此外 在这次改革中 教授职称 也打破一贯的终身制 全部采用聘认制上岗 可能对于一些老教授来讲 可能一辈子都在这 好不容易从一个讲师到副教授到教授 甚至到一定的有级别的这个校领导 突然间一下子把这一切全打破了 有些老师我相信肯定接受不了吧 是的 一开始总是这样的 我才去的头一年 那是两千年的八月份 这个实行的第一任期的 竞争上岗 竞争完了到了年底了 我说怎样来逼着老师做学术 因为学术才创新课程 这是十年了一直在做 我们说是领着做的 我说怎么办呢 你说给他的工资咱又不干 给他不动啊 他给的拼命啊 是 你让他不 叫他写文章 他又没有动力怎么办呢 我想说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我说告诉科技处长 我说你把这一年 老师们写的乱文 做的学术 获得的奖礼 凉花生粉 拍命 难受是连证教授副节授 那时候就三百来人吧 最高的分数两千八百多分 还有二十多个人是零啊 一年没做什么写文章 他没发表 他不是零吗 他这个零过春节了 公布到是帮助帮 很难受啊 当时这个七路万 山东的七路万报 你知道吗 很有名的一个报纸 春节之间偷板偷跳 山林一一师范学院 灵丹教授坐不住了 灵丹教授坐不住了 山东话图画坐不住了 坐不住了 坐不住了就是很难受啊 后来确实有老师去找我 他说你侵犯我的因子去 老师说你为什么要公布 我的科研成果呢 嗯 我说在农村干过 农村一个生产队长 对社员 每年整理公分 是不是公布公布 你搞科研你是 又不是透着的事情 什么因子权 当然 第二年 七路万报 头版头条 还是 灵丹师范学院 灵丹教授没有了 一年的时间 对 人感就是没有了 老师的压力肯定是有 但是呢 大部分老师感觉到更充实了 有好多机会 如果没有压力就失掉了 比如说外出学习 赌硕士 赌博士 如果没有这些一系列 政策出台呢 比如说我吧 就不可能赌到博士学位 这样一个状态 就那种平平淡淡的这个教授 没有改革 自己前进的动力就没救了 在徐同文的代理下 一座新型的大学正在崛起 回想建校之初 他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考察 并引进赠益学院来面 由政府为大学划拨土地 一部分用于大学校区建设 一部分为城市用于开发 与学校相关的产业 以学校的建设与运行 来拉动相关产业 在用经营性开发河道的前 来建设大学校区 如今改革的成功 让人禁不住思量 徐同文如此努力 要在老区建一所大学的初衷 是什么呢 人一到年是我们党的革命根据地 当时战争年代 死了十万多人烈士 有几十万人参见 一百多万人之前 这也不是说是 解放战争是消失退出来的 是 红日上的孟良国 这个南征北战的大沙鹤 红嫂的那个一蒙山 都是产生在这个地方 我深受这个地方的 老百姓的奉献精神 说改我 前年在这里组织一个八路军 山东八路军北京 沿途河内在一个发言 我有一个发言的题目叫 以八路军后代的故意 我是当年你们在那革命的时候 死了十万个烈士 他留下了十万个家庭 十万个苦难无尽的家庭 八路军怎么来反驳他们 我说我用我的人生 用我在哪里我也不去了 就在这坐 一直坐下去 坐到我要用我的 有工作机会的这些人 一定要奉养十万个大学生 相当于每个家庭烈士 孙子重生 我给他奉养一个大学生 换一万十万个大学生 这十万个大学生 有时候就是十万个家庭 十万个家族 十万个富起来的家庭 因为上了教育就说了 久了一年 他读这四年书赔上那么多 他比每一首四年教育 一定会赚钱多 一定会日子过得比较好 徐同文1955年出生于山东昌乐县 教育经济学博士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和英国建桥大学高级研究学者 他先后工作于山东理工大学 辽城大学 2000年调诊林仪师范学院 先后担任院长党委书记 他是中国最早开展区域经济 与区域高等教育交叉研究的学长之一 出版专著四部 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 所获荣誉无数 尽管如此 徐同文从来没有停下自己 探索和实践地方高校创新发展的坚实脚步 因为他深知 他已将自己的根深深驻扎在 这美丽的蒙山泥水之间 我有一句话 学校的人或社会人都知道 叫呼啸着前进 我们在这个大好的时代背景之下 就是有一种那种根据地的建设 在您的理想当中 以后的林仪师范学院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的目标就开始我那句话 在林仪师范学院将来建成了 总和性的林仪大学也好 它是一个就像世界经济一体化 我们要和世界水平 就像中国的孩子 在林仪师范学院都是孩子 一定要接受到 像美国中立大学里面的学生 接受的资源是一样的 享受的支持是一个平台 除了在美国就业 在中国就业 在林仪就业 都应该是找到最好的岗位 让林仪师范学院尽快地 我不管是在中国谁走在我前面 我一定要尽快地达到世界级的 地方大学的办学水平 第二条例 一盟人民 包括中国的地方大学 是地方老百姓 地方的资源 老百姓的钱 包括学生家长的钱 公园的钱 一定付过情节 别为了自己喜欢什么 是为了学生喜欢什么 地方政府 地方社会喜欢什么 这才是一个教育者 特别是教育管理者的人生价值 一定要做人民喜欢的 学生喜欢的 大学者喜欢的 大学接触的人群喜欢的 也就是最后重要说的 人民 满意的教育 满意的高等教育 我就是学生和社会满意的地方大学 作为一个好大学的一个校长 书记 一个主管 一路走过来 怎么看待自己的教育人生 我从小非常显望的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样做的事情 让哭孩子 以为我从小哭吧 让哭孩子不哭 现在呢 我有正好 可能这个是个球阶吧 在一门可能让学 那种大学 我的最大的一个优势 我认为我自己之前的一个地方 就是更实实求是 所谓的 好多人说我是个创新人 说大学是个创新型大学 包括福特基金会的研究 说是中国最具创新型的大学 我认为创新在哪里 我不认为这是创新的本来 就是实实求是 更实实求是 本来是这么做 怎么做更好就这么做 所以后来我明白我的大学 好大学的内涵就是 学生满意的内涵就是 他需求的东西 我给他提供了 我提供的比他想的还好 他这就是我的追求 因为爹 马 永远要想在孩子头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